漫改电影宇宙多年之后依然是漫威和DC独当 但正因为两家角色的不同 所以荧幕中基本不存在两家超级英雄同行 但电影里不可能不代表在PS大神的手里不行吗 第一章 小丑女与雷神 这里的锤哥应该是雷神三的片场 由于肉眼被海拉回了 但是丝毫不影响其余小丑女的合影 是不是毫无PS痕迹 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我信了 第二章 惊奇队长乱入漫威复联3 刚好截这张剧照 说一下寡姐 有没有觉得寡姐在这个场景里有点呆呆的 这么一对比发现惊奇队长卡罗尔还蛮帅气的 不过最帅气的还是美队的 第三章 锤哥探班神奇女侠 这张看上去还是有规格的地方 神奇女侠的视线根本没有停留在锤哥身上 应该是P出来的 话说锤哥和神奇女侠还是满般配的 女侠电影里气场很强 实际上假作很有趣 第四章 锤哥优惠神奇女侠 终于锤哥约上了我们的神奇女侠 两人在幽暗的小树林里相处 锤哥一脸焦急的样子 相反神奇女侠可是眼神很坚定 好像怎么都不肯接受锤哥似的 第五章 锤哥突袭神奇女侠 看样子锤哥并没有放弃追求神奇女侠 而且越来越大胆了呢 不过神奇女侠也是乐在其中的样子 话说锤哥这个侧面太像热公天了 瞬间就出戏了 以上照片是真是假 还请擦亮你们的慧眼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